那现在,好,牛头之前老被搬,小明生气了,赶紧,这局给我牛头,我要绕后,下一局不能开团,小明气死了可能 那可以二楼先拿个打野,因为毕竟对面AD已经出了,还是补了新德拉,新德拉没被搬,搬了一首卢西安 那看看标记这里,哦,不想选择黄鸡作为对抗吗 想想看,我觉得可能大概是这首剑模 传掌 哦,新德拉上,新德拉上路 可以 卡牌出现了 太厉害了 找吧,找吧,又把卡牌搬出来了 哎呦,中路在可打的是相当果断啊 是的,直接就拉到了,打了一套 相互的消耗 那因为有不灭之窝,也是不想虚心地拉,但是新德拉前击这个消耗确实有点猛 毕竟跟新德拉是吧,也没怎么兑现过 是,只要不捕刀,还是有机会扭Q的 是,但是要一捕刀就很难了 而且他触发一种消费猛中,这个新德拉好难受啊 哎,不是,这,关键是没有药了 哎呦,强行压你,反正经验都不太想让你吃 但卡下应该要越有点难,对,这不能久留,毕竟是拉夫在的 推到腰被打一套,是,直到了,桃里面有一个视野 腿上引燃,到脸上,同时赤老师踩了一口,还差一下 秋过来的伤害,没烫死做了一定的压制 但下路指标就做得也不错 是,小虎又是在塔下,先推中再接Q技能 而且蓝色方的兵线还是朝红方去推的啊 哎,这边上下都来人 野斧都在往中路靠,但这个位置先看到了奥拉夫 卡牌,大招先调整一下位置 啊,这边应该是那个Zeka用的 得先推进,但是有个炮车半天推不进去 来了,那里出塔半围,那这个闪现回塔底下,怎么说 而且那儿的路线快好了,变大了,加血量 W没拍住,必出卡牌的闪现,再走金牌定住 潘森跟上输出,就是有卡牌,射到这波遗险 是的,而且Zeka过来后续也没有反大能力了 潘森这段时间还在下半区,想找机会来下路 但是标区的人员已经撤开了 而且那儿正在朝这边去走 卡牌一直有意吗,开出来反正要跳 先打一波闪现,那儿先一个Q技能留下小明 但自己也不敢下了,马上变小 下路只要一跳,我下轮轮打得非常舒服 是,奥拉夫并没有选了进野区 就想强行杀一波Kryan 开大Kryan,无路可走 对的 金草的位置比较深 但是大尔马上变大了 马上变大不一定能秒的掉 潘森也来了,二连起来,又被推荡 接大招,打下牛头有大招的堆,比较能扛 潘森跟上控制接出出 哎呦,这要被打两下 哎呦,再一下换掉了 是的,被减速了 最强行是帮星的拉丝度层吧 嗯,那下路看看奥拉夫的甲骨路层 哎,两个人双落地 对吧,是安安地想去在塔下打一波反打 没名一思选 一推是没能推到的 是的 马前飞鱼再交闪现 哇,大招加闪 丝毫是不吝啬 哇,这个走位 小走位是轻松扭开 哎呦,这里表示既想要小龙 也想要小虎的人头 这其实有点难走了 上路线很长 嗯,潮里先斩球 斩分过来支援 怎么说 先一砸再一推 推到赛拉斯盘森交闪现接控制 雷卡的韧性好高啊 表哥还在跟着你 在这个怒气还没有攒起来 超了一手新德拉大招 是的,想一看哦 想一想,算了 因为这条状态不是很好 好家伙,闪现拍 再接W拍住 伤害似乎差一点 得变成小娜儿才行 变成小娜儿 一下Q技能 我的天 哇,别为了这个细节 拿捏得很好啊 你看他现在装备 他才是一个水银鞋 全是一些散架 对,加上一个水晶 加上一把床剑 看一下这波怎么说 刚杀完人之后 卡台半分 剧情有点尴尬 连控 是的 哎呦,这又是一波TV 然后 又有三个人过来了 因为女坦跟奥拉夫 也到我这边靠 就被落地就被戳了一靠 两票先拉开 但是奥拉夫 一下子紧出两个人 女坦一个太阳要班 也掩护一下队友 甚至交闪现些最有技能 控制一下QA QA也走不掉了 最后女坦的一个仙人一指 只掉了卡牌 对发育来说的话 其实都差不多 是 纳尔这波很厉害的单杀 闪现直接拍强 这个角度找的也很好 然后确实拍完之后变小 一个标 直接带走 后续 TP过来 是掉了自家的两个队友的 这两个队友主要 现在奥拉夫的一个战斗力很强啊 女坦的控制也很足 对 我到有一个视野看到了A名金草 也知道正面的人都是比较齐的 是 而且纳尔在从下路绕过来 怎么就放在下路了 小米想先吃果子去补一下 但是小虎的位置已经被盯上了 先被打了一个闪现 潘森想做一下 扑扑被做出自己的位置不好 还好开出了顶盾 顶了第一波状态 这个牛头震得不错 但是自己跟野斗两个人都倒了 是的 后续的话 嘎拉过来来正面之后 开W 有没有一技能拉 拉没有 一个人没有拉到 全都是几个残险 嘎拉 无法实现收割 女坦又一指指空 三个残险 对一个满险 可爱因似乎不大好去抵抗 抽牌抽不出来啊 最后有 标记打了一个大过神圣 是的 交换了一个 纳尔的姓名 交换到了五个人头 他的伤害没有那么高 第二就是这一波 霞没有打出太多的一个输出 是 第一时间也不在正面战场 那支援的一个效率来说的话 你看 战场是被分割的 而这波霞确实立得有点远了 对 你看霞是绕了一大圈过来 后续的话 羽毛虽然摆了很多 但是到够没有拉到人 是 嘎拉表示 这个也很难受啊 嘎拉表示 借哥一个卡莎 就是如此之高 这是第一场 来了 这波 怎么说 前后夹击 就是想拿到 纳尔这个人头 蓝巴克坑里 这波纳尔跟这个塞拉斯 显得有点入眼心切啊 小龙要刷了 这关键龙魂团战 怎么说 谁来去打一波先手呢 可以 团战出来 火箭要在前面 但是里面没视野 他这个黄盘丢不出去 是的 过不去了 偷了一个牛头的大招的塞拉斯 鱼坦也是被催了一下 但俊尾还没有选择先手吗 想先手 嘎拉 嘎拉漫天飞一开出来 得交闪了 闪现交出来 R&D这波的阵型 还行 暂时是爆成了一股城 反而是BLG啊 这个阵型 现在BLG阵型也爆好了 R&D可能证明额要被突破 就是他一阵两个 想要这波输出位置 位置还行 不敢输出了 这波R&D只能够飞赛 我的天 那儿这个如来成长 瞬间拍翻三个 这波团战收尾美如坏啊 直接拿下小龙 嘎拉一开始的这个位置啊 交出大招交出闪现 导致自己后续 没有办法前站前走了 那标志拿下大龙之后 经济差矣 拉开到6000块左右 我们再看这波 就是先找嘎拉呀 慢点费开出来之后 又必须躲太阳要不然要交闪 导致自己啊 没有操作空间了 那后方战场 Amin跟俊尾两个人 一直在追击上半出的人 就导致这个 沙米拉第一时间 没有人能摸得到他 然后纳尔又一直在正面 怒气非常合适的情况下 逼到了墙角 怎么说 又是一个太阳要把 先找小鼓 哇 这个控制链直接 要把招呼给连死了 又是一波突破 同时 两个的辅助也是要打互换了 漫天飞雨开出来 RNG似乎不太好去主导 但是Amin 再看直接一马当先冲在前面 先找卡牌 再找第二个3位 沙米拉一波double kill 再去找一个人头 我的天 四杀在手的沙米拉 太夸张了 红山万里 红花万里 单山路 除凤青鱼老凤生啊 标记 RNG人员 在这两年也许都有轮换 但是就是这个标记的这个名号 也许真的对RNG来说 是一首魔咒 也是一首命运 标记在RNG5-0 高歌猛进的时候 要在这个时候站出来 阻止RNG前进的步伐了 他们直指RNG的主机列 潘森 辛子拉复活出来 但是不足以阻导他们 推进基地的脚步 是的 赢下下 A在RNG的心上 我们要恭喜 标记 2比1 战胜RNG 是的 恭喜标记 这个 纳尔在怒气好的情况下 他可以往前冲的 让奥拉夫带着这个 偷了牛头大招的塞拉斯 就往里冲就完事了 然后沙米拉也是个进场营兽 对 沙米拉可以等女坛先手的 你女坛只要留到斯德拉 或者卡牌 或者任何一个人 我就可以上去刷我的名字 那看看这一场比赛的一个 MVP是塞拉斯 嗯 其实这卡这一场的一个表现 我觉得 是确实是挺亮眼的 但是因为团队打的都很好 但是为什么不是奈尔 奈尔那一排三 包括衣服单沙 我真的觉得奈尔这一场比赛 真的蛮优秀的 就BiuBiu了 他确实值得 BiuBiu也值得一个MVP 是的 一次对位的单沙 包括一次这个团战的一排三 对 各位好 欢迎来到最后赛房 我是契然 恭喜BLG平安银行 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我们请到的是上单BiuBiu 来到最后赛房 谢谢各位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BLG平安银行 上单BiuBiu 欢迎BiuBiu 是非常顺利拿下了这个 让一追二 拿下了这个Biu3 其实回顾之前 你们对上RNG的这个比赛历史 好像是有点说法的 胜率好像比较高 所以赛前的话 你们会稍微有一点点 心理上的优势吗 感觉 现在因为RNG是第一名 所以打他们还是 比较有点压力的 那会有针对他们作业特别准备吗 也没有吧 就正常打的 正常打的 那在第一局失利之后 其实你们第二把 是选出了一个很久没有 在赛场上面看到的 一个双poke的阵容 无论是首次登场的维鲁斯 还是让对手非常头疼的 你的杰斯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阵容 调整上面的一个考虑是什么呢 我们去年上有偶尔玩过这套阵容 所以今天就拿出来试了一下 我觉得 试试结果效果还是挺好的 那在第二局的话 其实RNG前期是稍微小优的 那中期你们是一点一点打过来 把优势拿到了自己的手里 所以在哪一波团战 或者是哪一波小规模团之后 你觉得这局应该有了 我觉得之前我们都没打开局面 然后我拆一下罗尔塔 然后对面上单的首塔的时候 我把它杀了一波 我们局势打开一点我觉得 那第三局的时候 其实在BP阶段嘛 对方是拿出了上单心得啦 说实话这个有预想过吗 这个点 没有预想过 就是我感觉比较难打吧 那打他真的难打 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感觉你们前两局 其实重心比较偏下路 那第三局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把整个战术 可能说往上引一点点 因为他们上中演员 显不正中就比较前期一点嘛 然后我们只要稳过前中期 我们就感觉中期挺好打他们的 这样子 当时什么可以继续说 当时就是这样子 就说好了 然后我们只要偷偷前期 然后中后期随便赢的 那今天的话 其实BP有非常多的高光操作嘛 所以刚刚在台下也讲了 自己每一把都有单杀 那你觉得自己 每一波操作是最帅的 每一波都还好 就差不多我觉得 刚刚好像说帅是一辈子的 说自己每波都很帅的 怎么一到台上来这么谦虚 就差不多 差不多 刚刚我们也听到嘛 就是说 温州人说可以开始去考虑 今天晚上吃什么了 所以今天打算跟队友们去 享受什么样的 饱服 就是 享受一餐 我还是看这路安排吧 我觉得 这个时候听安排 好 再次恭喜B2G平安银行 拿下了比赛胜利 所以我们也谢谢B2B来到 扫扫放期 谢谢 那我们先把时间交还给二位姐说